据台湾相关媒体报道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近日要求民众党立院党团避开意识形态的政治 全力拼经济民生 外界对于民众党进入立院后的下一步颇为好奇 国民党代理秘书长同时身兼立院党团总照的曾明宗则表示 柯文哲的说法与国民党想法相近 两党团应有合作空间 或许可在民生法案上先试试水温 如果双方尝试效果不错 有了合作默契后 也可在当时的基础上考虑组联盟 共同推进民生与经济建设相关法案 至于时代力量 曾明宗则冷冷回应 不需考虑 针对柯文哲在盛选到晚发表敢言中提及 要超越蓝绿不是消灭蓝绿 会以理性务实的态度与他党合作 只要议题对人民有利 对台湾有利 无论蓝绿两党都可合作推动 曾明宗随即也递出橄榄枝 呼吁在野合作 柯文哲人在欧洲再度善意回应 表示要避开意识形态的政治 专注推动民生议题 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当选人蔡碧如 也抛出在野大联盟的想法 曾明宗则表示 党团对党团合作确实有可能 可合作项目包括议题 委员会召委选举 与个别立委提案联署 由议题开始继续合作 由浅到深 也许未来可以升级党对党相互合作 不过因为一切要顺其自然 曾明宗也说 他目前虽然代理国民党秘书长 但没规划在开议前 和柯文哲蔡碧如见面 一切都等新会期开始再说 曾明宗所定 民生经济法案如改善低薪 青年创意创意条例 服务业升级转型条例 曾明宗表示 国民党所提都是当前面临最重要的问题 也希望未来能认真讨论 落实推动 改善人民生活 曾明宗同时冷回 时代力量党团已严明 没有与国民党合作空间 那么国民党也无需一头热 去探究如何与实力合作 消灭 感谢请 mim谢谢